其實就像我們的餐廳的名字一樣 叫樸食 我們就樸樸實實的做好一件事情 然後簡單料理 在地食材 然後西式烹調 然後又讓消費者可以吃得飽 又吃得健康 這是我們的最大的宗旨 然後我們的變化性也比較大 我們也會用在地食材 應該說全世界什麼食材是好的 我們就用什麼食材 然後像現在有馬鈴薯 金門的馬鈴薯 我們就會用金門的馬鈴薯 然後法國的白蘆筍 你就用法國白蘆筍 然後黑松露 夏季黑松露 然後鴨桿 你反正想得到的特殊食材 在這個地方都吃得到 然後這邊的民眾也不見得 這個我以後吃高級料理 我一定要去廈門 我一定要回台灣 然後我們這裡就是塑造成這樣子的形式 像等一下我們就會做一個 黃牛的生魚片沙拉 美國的香氣的話就會是比較甜 然後像紐西蘭澳洲的話就會 草味會比較重 然後像金門的話就會介於兩個之間 我選的牧場它是吃一半九糟一半牧草 所以它的肉質跟香氣都會比較好 就有點像和牛它在喝啤酒的那種感覺 然後因為我們都是當天屠宰 我才會有這個料理 然後所以我們就配一些醋 然後橄欖油去提升它的味道 然後再加帕瑪森起司的時候 就提升它牛肉的味道 這一次的補助我們最主要做的是做行銷 然後讓我們可以增加那個觀光客的 知道我們這家餐廳在做什麼 然後再來我們有結合當地洋樓的文化 所以我們就會把我們的桌墊換成是洋樓 然後像LOGO的話 我們就結合當地的閩南建築 想要讓消費者增加它對於樸實的店名的一個更強的印象 就是無形之中的曝光